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局精彩的美能一小快递 这局小快递我们随机到了一个小盟军 旁边的小绿也是个小盟军 我们就准备延伸到他家里去 准备抢他的油田 直接把兵面甩过来 甩过来先出一条狗 出一条狗防止他出这个漏人占我的油田 然后他甩了个地堡 甩了个地堡搬手修下 他想占油田我就偷你基地 你把兵面放到那个后面 放到那个后面你看 你占了油田我就把你基地摸走了 这个小绿就受不了了 要把线投降 虽然我没有占到油田 但是拿了个基地也还可以 这个基地卖掉可以换1500 所以说这个基地也还不错 然后呢我们就把基地搬到小红家里去 这个小块地啊 我以前也说过 有一个基地就够了 搬到小红家里去准备卖掉 卖掉卖出一个漏人 偷他的基地 偷他的油田 把基地打开 直接卖掉 结果你看 运气不太好 没有卖出工程师 卖出工程师就好了 这样的话呢 这个小红啊 他就记恨我了 对吧 这小红记恨我 等一下有可能被来找我报仇啊 我们管快出一个重工 出个重工先造一个偷对吧 当时呢我想偷这个紫色 但是我想了一想呢 紫色跟这个蓝色已经结缘了对吧 我们就不要偷他 结果这个紫色你看咋回事 我没有招了他对吧 这边红色招了我很正常 他是为了报仇 然后红色过来要偷 他放了一个漏人 要偷我重工 甩个地宝打死漏人 结果这个紫色我就没有搞明白 你跟蓝色打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来整我呢 你看蓝色一直把地宝放到我家 哦是紫色 紫色一直把地宝放到我家 你看 我没有招了他呀 而且这个紫色连中工都不招 他还招蜂王的招兵 你看 这些人呢 打游戏我就搞不懂对吧 我没有得罪你啊 你非一直整我 你看这下我有一点难受呀 这个小红呢 他又整我 紫色又整我 这下怎么整 而且我是个小盟军 面对两个苏军的进攻 管坏修一下坦克 然后这边兵过来了 地宝过来打我重工 只能把重工卖掉 哎呀 这下重工没了 这边呢 这边又来了四五个犀牛坦克 这一盘呢 就比较难搞了 这下没有重工了 坦克出不了了 只能呢 先造一个空子部 对吧 看看自己是不是法国 结果发现呢 不是法国 造不了巨炮 哎呀 这个小红 这小红好过分了 又把基地搬到我这边来 踩我的光 我们先出个飞行兵 打一下这个紫色 既然紫色 喜欢东搞一下 西搞一下 他以为他是我 对吧 我们就造两个飞行兵 整他的滇场 他没有造重工 出不了防空车 他必须要造防空炮 造防空炮的话 就有一点卡钱 哎呀 他重工出来了 重工出来了 但是你滇场 滇场能不能干爆他 但是这边又打我的电场了 这怎么办 他这个犀牛坦克比较硬 我这小飞行 不能跟他硬碰硬 这边出了防空车 飞行兵 广快回来 然后广快在这里 甩一个电信杆了 甩一个电信杆 看看能不能把小红 赶走 对吧 哎 直接甩一个电信杆过来 甩一个电信杆过来 他的坦克躲到后面啊 我就打你 极力把它勾引过来 哎 勾引过来 电信杆就可以打他 然后在电信杆下面 再甩一个低毛 一定要把小红赶走啊 不然小红在这里生根了 我就没地方发展了 哎 我一直勾引他 反正我有免税的修理车 可以修理 结果呢 我去打小红 那边紫色又要冲过来了 你看到没有 他们两路夹接 而且我只有五个坦克啊 这坦克死了没前兆 没有重工 但是我这个重工呢 又没地方摆 摆到后面呢 会被紫色地宝打 只能把地 把这个空子布卖掉 把重工放在这里 对吧 不然重工没地方摆啊 然后小红呢 看到我电线杆延伸过来 他就造微伤火箭了 这个微伤火箭一直炸我电线杆 只能先修理一下 现在过不上了啊 广快把小红赶走 不把小红赶走 等一下他踩了两片矿 经济比我好 这个电线杆呢 被他炸冒烟了 广快修理一下 哎 打掉一个牛 打掉一个光场 先把小红赶到里面去 这个小红赶我 我还能理解 这个紫色赶我 我就没搞懂对吧 我们先不管紫色 反正紫色没钱出坦克 先把小红赶到里面 我们再退回来 现在这个微伤火箭咋子 这微伤火箭一直炸我 我要造防空炮呀 但是造防空炮的话 会有一点卡钱 广快在前面造个防空炮啊 先守住他的V3导弹 你看他有三个V3导弹了 打掉一个 打掉一个 电线杆直接卖掉 电线杆已经守不住了 哦吼 这边又来了个V3导弹 这下我两边都要造防空 完了 油田一炸 就把我电厂矿厂基地全部崩掉了 广快甩一个防空炮 守一下 但是这个防空炮呢 不一定守得住这个V3导弹 广快抢修一下 哎 抢修一下油田 既然紫色了 要整我对吧 紫色要整我 我们广快把紫色带走 残血坦克就拖回来修啊 用免费的修理车修 然后你一直整我 我受不了了 游戏可以输 这个仇呢 必须当场就包了 对吧 直接锁定他的犀牛坦克 点死他的犀牛坦克 然后我们冲进去 升了一个三星坦克 他守不住了 对吧 守不住直接冲进来 但是我去打紫色 这边就来了 你看这边又来打我重工 紫色没钱把基地卖了 这边重工只能卖掉 哎呀我这第二个重工 又被红色搞掉了 然后这个紫色没钱卖了基地啊 卖了基地要带着牛车来进攻 这是多大仇多大怨 这个V3导弹炸我 我还得在前面再造一个防空炮 这个防空炮造在后面去了 前面没有防空 而且还得再造个重工 先甩一个防空炮 守住他的V3导弹 然后把坦克修成满血 直接冲进来 冲进来继续打这个紫色 这个紫色已经破釜成舟了 先把他这个坦克点掉 点掉以后呢 我们就准备打掉他的牛车 不要让他踩光 他一字爆把我维修车炸死了 你看你招了我干什么 带走他以后这边红色又打过来 红色打过来比较慌啊 他虽然比我坦克多 但是这个地形对我有异 我这个路口对我有异的吧 而且我这个门口有三个地宝 还有两个三星坦克 这下上面的蓝色起飞了 你看这个紫色本来开局 跟蓝色打得好好的 然后他突然下不准蓝色整我 你看现在蓝色 蓝色现在有两片矿四个牛 我们广快也要开发一片矿区 把基地拖到这边来啊 拖到这边来 广快在这里开发一片矿区 不然的话 等一下打到后面呢 经济不好 就两个牛 现在小红呢 坦克比我多 他还在造V3导弹 你看 造了三个V3导弹 对吧 我这一个防空炮 都有可能守不住 而且我还得再造一个防空炮啊 我想先补个牛 因为我这个经济不好 我只有两个人 然后中间的粉色呢 跟那个陈猫猫已经结缘了 对吧 看一下厂商的局面啊 这个粉色跟陈猫猫结缘了 红色跟我结缘了 只有那个蓝色 那个蓝色现在一个人在家里悶声发大财 对吧 你看我两个防空 一个防空车 一个防空炮都守不住他的V3导弹 我必须还得再补个防空车 你看他四个V3导弹 一起发射 用三星坦克 看看能不能点死一个 打一枪广怪推 然后又拐到上面来啊 拐到上面来看看偷偷摸摸 能逮到他一个V3导弹嘛 然后在这里放个矿场 有三个牛了啊 有三个牛广怪补个电场 还有先修一下 然后小红呢 你看他两个兵名又延伸过来了 你看到没有 他要开发两片矿啊 这个中间的粉色好像快守不住了 你看 这个陈猫猫有这么多伞兵 他是个美国 现在我们有三个牛 经济不好 而且我想造空子部 造飞机啊 用飞机可以炸他的那个V3导弹 对吧 但是现在经济不好啊 没钱造对吧 如果我去造空子部出飞机的话 我的坦克有可能跟不上 还得多出点坦克 等坦克能守得住 我们再去造飞机啊 不然的话这个V3导弹 一直炸我特别烦 我还得再补个防空炮 这两个防空车 一个防空炮守不住 你看他这个V3导弹 要炸我矿场 广怪把矿场修一下 然后我们再造一个防空炮啊 两个防空炮 两个防空车 就可以抵挡一下 然后现在经济稍微好一点了 稍微好一点 我们广怪出个空子部 造飞机 用飞机来把他的V3导弹 先给他炸掉 然后再补个牛啊 我感觉我三个牛进去不好 再补个牛 有四个牛就可以了啊 你这个V3导弹不行对吧 我两个防空守得住 再把这个兵呢 派过来 万一这个小红受不了了 突然一下冲过来 这两个兵在前面 可以隔挡伤害啊 哦呦 那个蓝色发展得太好了 那个蓝色 现在有四五个牛 光灵坦克都出来了 先修一下 把这防空车修理一下 我有陈猫猫 身为一个三星光灵 你看 直接一落光灵 就把这个粉色带走了 哎呀 这三星光灵走到里面就送死 你看 这什么操作 我们飞机先炸掉一个导弹 炸掉一个导弹 它就剩三个了 三个导弹 对我呢 就没什么威胁了 然后等飞机装满子弹 装满子弹 再炸它一个导弹 我们又补了一个牛 现在有四个牛 两片框的 飞过来 再炸掉一个 他看我造了这个飞机 他有可能就会造防空 你看 小红来的一个防空 对吧 来的一个防空 无所谓 我们再炸 一个防空打不下我飞机 炸掉完了 这小红造了一个高科技 这下他有可能要造导弹船 要造基罗夫了 对吧 因为他有高科技 要造高科技兵种 当时我一看到他出了一个高科技 我心里就有一点慌了 因为这个V3导弹 我防空可以守得住 但是他出了这个 出了这个高科技 要造海军怎么办 你看 他在水里面出了个船长 要造导弹船 当时我就有一点着急 当时我确实有一点冲动 我有点着急 对吧 我现在这里甩一个电线杆 我准备打进去 不然等一下他的导弹船 一出来 我就难受了 我们把坦克全部集中一下 看看能不能冲进去 然后那边蓝色跟陈猫猫一共打起来的 你看蓝色有很多光源 陈猫猫肯定守不住 然后我们招一点狗扛伤害 后面有个电线杆输出 准备冲进去把这个小红拿下 结果来你看 根本打不下对吧 这冲过去就是松死不行 这下这个电线杆配合这个狗呢 跟坦克肯定打不进了 他这个犀牛坦克太多了 我这冲就是白送啊 所以说当时有一点着急 对吧 我想带一点狗冲进去 结果根本行不通 这下怎么办 他的导弹船来了对吧 导弹船来了 我们只能造防空炮了 现在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造防空炮先守住 这个电线杆也守不住了 电线杆只能卖掉 而且小红这个时候 他光顾着来进攻我 你们看他家 他家那个牛在那里转圈圈 对吧 被堵住了 他当时都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呢 我们坦克已经进不去了 那只能我们也造个高科技 对吧 我们不造个高科技 等一下他有了三艘导弹船 我这个防空再多都守不住了 因为盟军的防空比较怕导弹船 他现在一艘炸不进来 等他有了三艘的话 我家里就守不住 所以说我们广快出高科技 照光领坦克 我只要光领坦克一出来 我就可以打进去了 因为光领坦克射程比较远 然后看上面 上面陈猫猫跟这个蓝色 已经打起来了 他们马上快结束战斗了 你看他有两艘导弹船了 两艘导弹船 我这个防空怕支撑不了多久了 广快把光领坦克拍过来 光领坦克远程打击 看到没有 远程搓大的防空 然后再把他的高科技准备打掉 光领坦克准备往前面走啊 再加一个防空炮 四个防空炮来守他的导弹船 然后用光领戳他的这个高科技 他一看我照了光领 他也有一点着急的 你看到没有 跟我刚才一样 有一点着急的 要冲过来 要冲过来没有用啊 我有防空炮 格挡伤害 看到没有 有四个防空 还有地宝 还有三个光领 你看你坦克多 你进不来 看到没有 进不来以后 他冲进来吃亏的一波 我这个光领远程打击 看到没有 光领坦克射程远 在家里就可以打得到他 然后把他高科技一打 高科技一打 灰熊坦克配合光领 生了一个三星灰熊 直接打掉你的框场 打掉你的电场 然后把他坦克全部吃光 你看你整我吧 你谁进攻谁吃亏 虽然你坦克多 但是你进不来啊 直接把他的导弹船打掉 你看他的牛车 他的牛车还在堵住的 在那转圈圈 他都没有发现 你看 直接把你这个船长打掉 然后我们拐进去 他就守不住了 照蜘蛛没有用 我的光领坦克是蜘蛛的克星 直接把他重攻干掉 基地干掉 小红就没了 小红没了 然后我们看看 就剩一个蓝色的对吧 这个蓝色这么多坦克 而且蓝色的经济要好啊 他四个牛两片晃 我们现在虽然也是四个牛 但是我这个经济的没他好 管会把基地先拖到这边来 不要离他太近 先把基地拖到这个下面来 然后把防空炮全部卖掉 这个红色导弹船没了 就把防空卖掉了 然后小蓝要来进攻了对吧 小蓝要来进攻不要慌 我们是主战场 你虽然坦克多 你有光领我也有光领 而且我的光领有三星的 三星的射程比较远 我用飞机炸你光领 然后三星光领守在路口 我们的坦克走到这边来 先打他一下 打他一下 他一看我要去打他 他就受不了要冲到我家里来 冲到我家里来 你看你打过来 我这三星光领可不是摆设呀 然后他就想解决我三星光领 飞机炸 飞机炸我就躲弹 他知道用两个飞机炸我三星光领了 你看到没有 因为三星光领一个飞机炸不死了 他造了三架飞机 四架飞机来炸我的三星光领 但是我三星光领可以躲弹 躲弹不让你炸 你炸不死 我这三星光领一滴血就是没有死 看到没有 然后广快把防空车派过来 把防空车派过来 提前拦住他的飞机 再造个防空炮 你想炸我光领 光领躲到防空下面 造一个维修车 给这个光领修一下血 我现在有四手光领了 我们出个船长 在他屁股后面也造航空违镜 然后他守不住的 你看你没有三星光领 而且这里有道围墙 你进不来 看到没有 这个三星光领的射程相当远 而且伤害比较高 你这个光领没有身心的守不住 然后直接往上面冲 看到没有 三星光领疯狂的戳 直接把他带走 受不了了 直接投降 这有些东西呢 我现在就是 我现在就是